你好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钱燕如 花莲县府5月份的升旗典礼 3号上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而县长徐真伟亲自主持 他表示 0403地震距今刚好满一个月 感谢县府同仁日以继夜的努力 让受灾的乡亲们 可以迅速恢复基本的生活条件 不过重建道路还有相当漫长的时间 大家仍要齐心努力 带领乡亲们走出来 0403大地震距今刚好满一个月 在县政府5月份的升旗典礼上 县长徐真伟感谢县府团队同仁的日夜努力 迅速恢复受灾乡亲的基本生活条件 居县长表示 有县政府同仁也是红丹的受灾户 不过任意服务乡亲为首要 令他相当感动 从4月3号到现在 5月3号整整一个月 大家顾眠不休 顾眠不休 即便是有休息 但是头脑里都不断的不断的在转 不要怎么样协助到自己的相亲 甚至我们华林县政府的同仁 也有红丹户 也有黄丹户 也有房屋被拆的 再次整盘点 比如哪一些的宿舍 可以赶快把它修缮 哪一些控除来可以赶快提供给我们所有的 这个县政府的同仁 能够赶快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更有非常非常多我们的自己的加入 所以那个感情 让我们的生活 工作更加的沉重 但是沉重 不表示我们踏不出去 沉重表示我们的责任 表示我们更要一起团结一心 更要努力的往前 因为只有花莲县往前带领着 我们的乡亲才会脱困 才会不断往前 相助过后花莲百业待举 而行政院预计投入285.5亿元的经费 为花莲重建 许正位希望同仁 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心 一起协助乡亲恢复正常生活 走出困境让花莲重新出发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